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楊賣儀 我們剛剛在這個會場,完結之後一個小時就回來錄音了 沒錯,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CV2012 即是昨天3月11日完結,但3月9日開始,剪期到3月11日的CV2012 沒錯,當然了,今年人真的很多 人很多,以台聚集的人來說,甚至比動漫節多有能力 應該可以,有這麼多 但如果用入場人次和圍著台人次的Raiso來比較 CV2012是完全打贏動漫節的 因為動漫節的入場人次是比較多的,還有Horror比較大 我們就由第一天開始講起 第一天,相信最大風波的事件 五百多個Facebook留言 沒錯,就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 不是香菜之亂嗎 大家排隊買菜,我也是這麼說 是啊,買菜 因為官方其實沒有說過花仔香菜究竟有多少個 都是直到開賣那一刻 其實大家才知道,原來只有40個而已 而且怎樣買法都不清楚 但是江湖傳聞,有人說是由我們口中傳出有200個 但我們澄清我們沒有說過這句話 大家不用看回我們之前的雜誌 我們的board也好,從來沒有說過200個 不知道怎麼傳出來的 雖然我很高興大家很猶豫我們節目 但是,謠然的東西我們是需要澄清的 但是,那一個位,大家怎樣提醒 簡單來說,先不要說簽名 先說一個大會配置 CV今年最特別的地方 如果以第一天來計 對比過往或跟類型的動漫有關的展覽 大家狗爲了,開場有一群人在衝 這件事是很多年沒見過 為什麼呢 因為無論AGS,動漫節,其他類型的東西 甚至那些童人律展 通常它可能要入人,那些人慢慢走 或者是分批一輝進來 基本上它要衝的東西,一衝進去 就已經去到了 就不會真的不斷跑跑跑跑跑 當然你可以說是吸引力大的 這次的限定商品,簽名炒 但是,亦都令我調回想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留意 AGS當然是購買SONY的限定商品 SONY的counter通常是在門口 左邊有counter 但是,你動漫節的話 可能要排刀刀劍劍劍 可能是直入衝進去 就會見到玉皇潮的logo 或者你可能說Game 1已經在門口 基本上,你打開門就已經見到目的地 但是這次就調轉了 因為這次你打開門見到的東西 應該就差不多是GVG的位置 那你中間要穿越了一堆 叫做超雲打怪獸 Hobby Japan Woxy Figure類的東西 大概是半個場的距離 然後就會衝到去 在第二排的機械 那裡去搶購這個 花札香菜 和河心靜的簽名籌 所以就會造成開場 一堆人在跑的那種混亂 而且還有人摸跌了 有人摸跌了 有人摸跌了 他們摸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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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難度的河心靜的 如果摸跌了 各位有聽 不好意思 我們曾經說笑過 因為他們好像是兩至三個人 撞在一起 我們稱為這是合體失敗 我沒有說過 第一 還要補充一下 還有人摸跌了 摸跌了 摸跌的難法 好像是整隻斷了 那種難法 跌水瓶 那些 合體就發生了 一些很強的衝擊力 很通常的 是的 然後 因為發生了事 有人說 有staff 一早就拿起了 某部分花札的票 你見到各大討論區 我會說 20個炒 但是 排隊 撤跌的排隊人士 只拿到9個 只拿到9個 被人吃了 不知道多少個 其實 既然大家會拿發展 就做宣傳 這樣會搞到很空洞 經常見到很多人排隊 應該是要 升水一下 其實 我不是說 幫哪一邊講 但其實很簡單 一個廠商 例如我有40箱醜 大家都知道 無論和聞也好 他們是有簽名醜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 是否還有 和聞不是簽名醜 是簽名商品 你和有馬飯同一個錯誤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 他已經公佈了 或者其實 你說其他case 他可能 相關廠商 都可能會給了些醜 過去他們那邊 說就說40個而已 但是 不一定是給你們 其實 就算他拿來抽獎 就算他拿來抽獎 假設他拿來抽獎 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這些是 官方最後決定權利 大家是無力阻止 當然 大家是相信了 因為有200獎 大家會有這麼多人排 是不是應該給了 講 其實我們只有40個 如果你說相信 我反過來 我聽到有些人說 高登 不知道怎樣 但我不太想高登 我不知道 我有上過AGS 那邊 經常有人 以快過新聞稿 甚至快過 官方Facebook的 update速度 去廣告一些資料出來 然後幾天後 在Facebook看到的 官方update 然後那個資料 就說過有200個 所以 我不知道那個是staff 也好 是什麼都好 但是 有一個貌似 說得很重的人 說過有200個 但是 最後 原來改了的 或者是沒有200個 但是對會真的沒有公佈過 那怎麼辦 很難說 不知道那是誰 第二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問回大會方面 引述一句 他們搞活動 他們又不是看動畫 我哪知花災香菜是誰 我拿來做什麼 但是這個是引述的 另外一件事 有些人可能說VIP 如果過往大家認識VIP的人 通常有些在後台已經簽名 就不是用簽名醜的 根本就沒有關係 所以VIP根本是不會跟你搶醜的 所以站在這個立場來說 大會基本上都很無辜 如果你說搶 可能就是大會聘用的臨時工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問過CV會方那邊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CV那邊都 引述就是 Proof裡面自己的活動 是由他們自己的職員去管理 CV那邊其實是不會負責 就是他們活動裡面的安排 或者等等的保護事宜 那些就要你自己去follow 那些就要你自己去follow 所以有些其他現身的問題 不過我待會再說 簡單說句 百貨公司的consignmen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即是你去吉之島那些 見到可能賣化妝品的部門 你不一定一定去吉之島給錢 然後去拿東西的 他等於可能幫你收入場費 等於是 他送了什麼贈品給你 是不關吉之島的事 不是 最簡單的例子 封閘給大家買東西 買東西來 有一次去找到 MacBook account那些 職員是蘋果的 不關封閘的事 即是他叫做駐場職員 對 所以其實 插匯方 匯方都是 我覺得這件事 最無辜的是匯方 其他可能 大家都 看看你用哪個觀點去看 但是 根據匯方的事 是不關匯方的事 其實這個我覺得就是 第二 另外一方面 都給他一點點 credit 就是 過去 CV 或者其他類型的展覽 都有些不公開的驚喜 其實這次的Gate 也有的 就是說 他會有 十五本 之前 過去的五本 以及今次會場 有售的 量碑 即是Vol.1 2 和3 每樣五本 已經簽了名 總共十五本 是會場 大家一開始 可以先到才行 這是之前沒有公開過的 可以為 其實 Gate Light那邊 已經有留到一些東西 去滿足大家 但是 安排上的混亂 或者是 始終需求多 引起了這些問題 很多人就拿不到的了 這個 真的沒有辦法 我覺得 真的 這些東西 看機會 或者下課學好些 首先放進去 封有多少個 醜 大家不會落空 你很希望 少許失望 我覺得其實 每方 我猜 這個都是沒有障眼發現 我猜 事後討論 我估計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 花澤和何森 在做完 和簽名 5月後 他們已經立即離開了香港 其實 可能 根本上 何森 或者花澤那邊 都提供不到 究竟有多少時間 去給他們 由開幕之前 那時候 可能去到開幕左右 他才知道 我只給了這麼多時間 你可以簽這麼多個 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數量上 他沒有可能 會先訂到多少個 給你 基本上 所有的嘉賓 都會有訪問環節 除了他們兩個 還有要離開 那為什麼呢 他們兩個呢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 立即離開 所以前提是 如果他只是來 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他還要回 一個多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左右 在場面 他可以簽到多少個 有沒有延期 有沒有延期 有沒有什麼問題 發生 沒有人可以保證 你一定會派 多少個 出來 還有當然 像阿璇之前都說過 花澤那邊 是接作接的數量 其實都比較多 還有 始終他們 還未知道 他們來香港 那個時間安排 會是怎樣的 未必是完全了解到的 所以 這些東西 一定有些 逃逃時間 所以有多一些 這些原因 嗯 是啊 那件事就 過一段落 拿到的 就 好好珍惜 沒有拿來炒賣了 不是 這個地理卡 附在星期日才 我看見有人放八千元 全民說一萬 我看過最多是八千 我看過最多是八千 我聽到這些行家交流 一萬 全民都是 我未實際見過 炒賣的意義 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 那我就被人追殺了 現在 看不被人追殺 通常放得出來的 就是產Facebook 被人BAN account 什麼都有 很可愛 但是 說回第一天 其實 賣東西的方面 我們剛才說的 Skate Light 我們從Skate Light 那邊開始講起 大家覺得 他賣的東西 是怎樣 不過不殊 我覺得 我先講 我的觀點 首先 花澤那本 限量版 一千本 當然 我到星期日 還見有剩 那本的東西 沒有簽名的話 那本的東西 值一百元 我覺得不值 我反過來另一個角度來講 以內容來計 它比較像 大家好像京蘇戲話 第一天的題目 那時候 製作監督拼田資 拿著那本 Pumpfet 即長刊類的東西 其實 日本大部分長刊 都是八百 去到千五眼 然後那本東西的內容 是跟那本長刊相約的 頁數也相約 那麼 它變回港幣買一百元 合理的 即是你在用一個定價 以及它的內容上面 即是它相關的產品 是買這個錢 還有 大家都要知道 它CV一向買的東西 它是對日英對便宜給你的 直對 不會借你運費 什麼什麼 即是我指 你說那個吸引力 以及它裡面的內容 其實是僅限於因為 簽名醜 那個的魅力 而令到本東西 都是 有這個購買的價錢 是的 但是當你沒有 簽名手上有本東西 有沒有值得 那些人買回來收藏呢 我會覺得 裡面最貴的 應該都會是 合體支出 三百元一件 很多人穿了 我看到 但是我覺得價錢 就真的略嫌貴了 有些 大河原件支出 都是三百元的 當然啦 你說三千日圓 這是公價 但是 如果你說 以一個普通 不是 你說 不要有這麼市場角度 我純粹說 我自己拿來穿的 那三百元買一件T恤呢 過不過份 見仁見智 難聽些說 你有愛 你覺得給得合理 那沒問題的 那當然啦 這件不是最貴啦 我們應該是看 Animaze那邊的 不是Animaze那邊 都是公價貨品 但是一向都是錢 98的小圓jacket 是嗎 我沒有記錯的價錢 1998.98 這個反過來 我不記得那件 原本是多少錢 但是如果是jacket 對面的Cosfa jacket 通常應該是七千日圓而已 那對回來 港幣應該是六七八 就不會去到過千 如果是jacket 他的抱枕就八百多元 我記得是正常價錢 這個抱枕就正常價錢 但是jacket 我覺得價錢 的確有一點點 雖然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原則上的 deal 嗯 那這倒是有的啦 真的沒問題的 你有錢買就買 沒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那件事 我看下去之後 一看那個價錢 咦 一部PS 不是啊 你那重點考慮是 買了之後 有沒有人有錢力穿上身 我看到很多啊 你不要我一下 沒問題了 我們入場 我記得有一位 比較新型 那件衣服是沒有公仔的 那件衣服是沒有公仔的 K-on裡面 中野子 即是阿芝咪的頭 即是他整個人 就好像 怎麼說 兩個手就是兩個 兩條馬尾 即是一路走過後 阿芝咪的臉 突然突然 手手腳腳跟頭 這樣 是啊 他都會人做這些衣服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那件衣服應該算是全程 不算DVD Boo-ray Set 應該是最貴的 這件衣服 我記錯的 你的產品嗎 是產品 不是 Bandai那邊的限量模型 是二千多元 是喔 你對 好像是二千九百多 好像是二千九百多 二千六和二千九 我記得 但好像沒什麼人問真 你不要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後計 當然我們在講之後的節目 沒有時候再講 然後其實其他商店的 其實都比較正老的東西 其實我看到就是 我們說回主舞台的活動 雖然第一天的主舞台活動 其實只有兩個 是 都要回到下班 是 第一個就是之前 都提過了 我們京蘇戲畫 這個的 preview preview加起來 應該算是第一集的 試影 是不是叫做 是不是第一集 都不知道 我肯定他 他沒有打任何標題 其實可能是另一個 我懷疑是總集圈 那集 我都不是 那次第一集 第零集 因為他沒有標題 沒有寫第一集 沒有什麼第二句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不知道 先補充一句 京蘇戲畫 應該是一套製作當中 由京都動畫公司 即是京安尼製作的一套新動畫 背景就是以日本的京都來做主題 裡面就有各特殊的世界觀設定 比較靈異風格的 嗯 那我照回深番的角度去看這套 我看到其實 我看的同時 我在這裡不停觀摩 就是眾生相裡面 大家的樣子 跟那套東西 是非常之臭長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樣子 我覺得挺有趣 哇 我看得明白這套樣子 真厲害 以那個 戰鬥畫面 或者那個 速度表現 動畫 動作的動態來講 合格有餘 他號稱每一集 用一萬 不是 他說普通的動畫 是用三千張左右 這套是用一萬零三百多 如果他這樣的流暢度 都不夠 所以多了三倍 因為其實 我想那個問題是 他用了很多 所謂的 漫畫處理方式 而令到 靜態鏡頭 的數量 是多了很多的 其實 那 當然你說 那套東西的內容 那 有馬就說 他非常之了解 那我們就交給你 去為 臉上很抽象的 觀眾 或者聽眾 去解釋一下 嘿 好簡單 大家其實可以當這裡 是一個東方的世界 那些有 即是女子 有人類 有妖怪的世界 你看得很容易 那應該是女主角 應該是由人類世界 不小心 過到那邊 那邊 女主角的聲音是叮咚 不是叮咚 當然 他女主角的聲音是叮咚 他女主角的聲音是叮咚 當然想慢慢回到原本的世界 當然 這個時候 也會有寺廟 阿小健健 林初健一 當然 其他妖怪 各自有她的聲音 正如舞台上的主持人 他們正如翻譯 這樣說 可能他們有著各種利益衝突 或者他們的理由 可能要做不同的事 而 至於女主角 當日 不管他們是玩也好 會不會是在世界的熱空間 不停在那裡玩 還是戰鬥 諸如此類 我想聽完有麻煩 大家應該不明白 什麼 或者由我的角度去說 那個世界觀 就是什麼呢 那個世界有三股 京都有三股勢力 有寺廟 有妖怪 有僧侶 簡單一點 就是人 各自守護各自的東西 譬如守護山 山物 人 還有 那些東西 三個勢力平衡 是保持著 簡單一點 就當作非那些余三家 但是 中間 不是字廟 而是人 那邊 男主角 可以當 他有收養 還是住了三股 其中一個 就是女主角 和他兩個弟弟 那個女主角 叫Cordor 就是丁宮李維佩 然後一開始 就看到 女主角 和他兩個 好像小學生 那樣的弟弟 不斷在 揹揹 揹 對 兩個名字都是單字 就是這樣 揹 揹 揹 所以不斷在打怪 打怪 打人 那些不是人的問題 是不是人 另一種東西 打人形的東西 女主角有一個大取 他們兩個弟弟 翻天覆地 又可以變成一些 靈獸 不知道什麼 總之他們三個是不是人 這個案内不表都沒有說過 總之一輪戰鬥 將京都打到戀龍之後 就不知為什麼 跳回這個 三股勢力 三個代表人物 三人會議 不知怎樣 最後說原來他們三個人有同一個母親 最後說 他們要召喚他的母親 類似的事情 不知為什麼 就抓了 郭多巴雅 就說 女主角 其實你就是他們的母親 心兵 一場大戰鬥之後 有人覺醒了 三方面的母親就回來了 很簡單 很簡單 人體念成 要念一個人回來 走路 其實我看到阿萍列芝一開頭 他介紹那個動畫 他就說 首先 在影片裡看的那個 不是京都 那個叫鏡刀 大家都會看到 裡面的手 不是空刀 鏡刀 他同一個 Q Q 總之 其實在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 那些東西是打不難的 他跟一個遊戲世界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是一個 當然 其實他這裡 他都沒有很實際 說 就說 好像剛才阿萍所說 究竟母親是怎樣來 那三個勢力是怎樣來 他們各自保持著 一個什麼理念 還有女主角 究竟她是一個什麼身份 等等 等等的事情 其實在那一集裡面 其實都是沒有交代 而交代了 我覺得最多就是 一些 最初的一人 我們是後繼的三人 那些 所謂 我稱為中二的名詞 是插了很多這類型 但是 不去解釋 接著插了很多 就說 嗯 你知道的了 又是說 哦 原來是這樣的 但在第一集裡面 你出現這些對白的話 其實 對一個觀眾來說 其實幾難去了解 那個劇情 究竟是在說什麼 但是第一集 就把一些伏筆 有些不明白的 扔出來 那當然啦 平田之衣監督都跟你說過 不需要明白的 感受 對啦 他說感受 這個是最好笑的 出入feeling 這個我最好笑 當然他講到這句 我說 不行 沒問題 你說到這句就可以了 我用feeling去看電影 就沒問題了 當然 等他之後再上網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做一個評論 然後應該就是石川智晶的live 嗯 沒錯 石川智晶其實 他又 那天晚上單人匹馬 所以其實挺辛苦的 但是 那些人就沒那麼多 我講過 他一個人都唱完 所以辛苦一點 但是 絕對沒有氣場 唱的 都算是一些名曲 或近期的歌曲 例如神任多姆的《不完全燃燒》 《不完全燃燒》 就是OPOED 還有一些舊歌 其實 就算一開始 大家可能在外面都聽到一個連歌 其實都會知道 威力不減CD 絕對是厲害 以一個live的角度來說 嗯 那第一天 那裡就由石川智晶的live 就 發上句話 接著就踏入第二天 第二天 剛才說過 第一天可能是大家下班 第二天 未必要理會這些 全天玩到盡 所以 活動方面 比較密集一點 你會見到 一開始打頭陣的 會是 Tiger & Bunny 的Special Talk Show 不是 Cospe嗎 Cospe很好看的 嗯 漏了一點 Cospe 雖然我沒有 我也是經過他看 即是 我沒有像 Tiger & Bunny 或者是 有什麼樣子 在駐場裏面 但在這裏都見到 很多 蠻丟本的 最丟本的 最丟本是 Mark Cross的 那個 我猜到 那兩回事是做什麼的 但那個是拿第三 如果是 河心粉絲來說 其實 他融合了 Mark Cross 還要不斷變衣服 他很開心 答問題 評判來說 可能因為太誇張了 你聽到 一聲爆 太過分了 你這樣聽到 一聲爆 大家明明明 他一開始 就 推了兩件東西出來 然後 Sherru 和Aruto 兩個Cospe的人 Cospe Aruto 和Sherru 最後 攬在一起 Aruto 舉起一支 槍物體 向天發射 之前復兵的 兩個大箱 就噴出了大量的彩子 你加多高人員 很新的清潔 但是 視覺效果來說 很好啊 表演嘛 什麼叫表演 但現在是Cospe比賽 不是表演比賽 Cospe也是表演的一種 是啊 後面那些打鼓 揮琦 揮劍 什麼都有 有比較喜歡看 拉打和戰隊VX 日本四月才上映 他這麼快 真的厲害 有後空翻 你會看到 龍王連者動作比較多 因為龍王連者 他的設計上 他的視覺比較寬 所以動作戲也沒問題 龍旗的視覺比較比較合襲 所以通常那些動作 沒有那麼複雜 補充一點 剛才扮戰隊那兩位 是拿第二的 恭喜 第一的是 其實是什麼 最後第九組 扮演一個 真三個無雙系列的 夏侯敦和曹熙 他們玩的東西 基本上有打鼓 還有 伏旗 刀劍 類似一些 都是當年 有別於過往傳統看的 COSPLAY表演 可能是 扮演出來 拿著那個道具 在那裡 樣子 因為雙人際 會有一個 互動形式出來 變成一個 迷你 的舞台劇 如果你不要提 你提回Tiger and Buddy 那個組人 我很有趣 他即清已經出過一套 就是Tiger和Sky High 兩個人在合作 發生什麼事 挺有趣的 那接下來 就是Tiger and Bunny 的Top Show 這個算失色少少 其實 因為 介紹性質比較重 廣告性質比較重 始終它在香港還未播 即將會播 所以 我們一開始講 CV 作為一個 文化交流的節目 的展覽 動脈 所以 監督和聲優 最主要是 介紹的角色 故事 世界觀為主 就未算 很多 關於 內容上的 討論 但當然 也有些 特別片段 劇場版的東西 播出 這個會比較 像去年 河森 河森會搞兩場 一場 一場 就是做 性質上 比較重 他也要介紹這套 賣點 當然 他們的差別 這一套 在日本已經播完 另一套 還是在播放中 或者 專線上 還是在製作中 對 可能 差別就在 當然 你說 深田成一 就是 扮演 Barbie 演繹 非常會搞氣氛 沒錯 還有 我想看看 他如何說製作 例如 為何要選擇 這麼多公司 如何安排公司 在不同的銀行 因為他有選擇 他有說公司 但不要詳細介紹 他有說公司 但是 他有說公司 但是做什麼 我不想知道 為何 機構的身上 會有FMVB 是否特地玩 還是有特別的要求 大家不要以為 Buroso NX是相機 比Paxi NX 真的是汽水 是否 是廠商 特別指定 用這個人物 還是他們自己 有特別的樣子 按這些廣告身上 折述全部都是AGE 物體的關係 是否有特別安排 可能說一下 這些會好一點 這個 我們可以看 就是9月 因為9月 會跟日本同步上話的 劇場版 但是問題是 TVB黃駁斥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香港會在免費電視台放鬆 但問題是 我怕他講不及播 如果是9月公開的 如果是免費電視台 他應該是1至5 那種播放鬆 對 一個星期一次 現在來說 J2的認識 一個星期一次 所以應該講不及 9月份完 應該是2月24集 如果是中段 因為劇場版的話 大家都知道 會由某一個時間點去切入 其實最佳的切入點 相信就是 13集之後 就是Tiger和Bunny 拍了之後 那一刻 中間的真空期故事 如果13集的話 理論上還可以講得及 對 對 到時也要 接下來 就會是 這個 就是 野中男 好問 這個 內容裡面 也有出現這句 就是 去到活動比較後期的部分 野中男就問了一件事 就是 香港有沒有一些 潮流用語 然後台下的各位觀眾 齊聲大聲喊一句 野中男好問 然後主持人就介紹 香港的潮流用語就是 野中男好問 於是 野中男口中 說了一句 野中男好問 這個才是最值錢 整集最值錢的一個 然後 字案好了一句 自己說字 好問好像好怪 那一刻 那個感覺就好像 一個 一個怪叔叔 加一個 不懂 一些文字理解 的 小女兒去說 一些不知什麼 不是 你說前面那裏 森條寫給主持人說 上啊叔叔 真的 這個你才想到 我那時候想不到 那些扶女想 上啊叔叔 大家都明白什麼事 他說是什麼 他原本是什麼 那句是什麼 不知什麼 惡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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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啊去啊 這些大家想到什麼事 可以叫出發啦大叔 當然不是啦 你其實要演繹那句 我覺得其實 去到最後都沒有演繹到的 應該叫 心形成一 說 好想吃大叔你的炒飯 那一句 應該是那句 我不明白 大家為什麼不用那句 不知道 算吧 野中男這裡 野中男先啊 野中男部分 野中男部分 當然大家來到這個星優 Talks Show 一定會有類似的環節 就是即時升演一些過去的角色 今次升演的就是他的出道作 比如在哪裏 宇宙星爐的片段字母 宇宙星爐 宇宙星爐 還有這個就是 圓的魔法老師 還有 萬華就來圓 還有這個大人氣的魔法少女小圓 還有《電波旅行春男》 沒有 三個角色一 一 當然 除了演繹 演繹的數目其實是沒有的 都是一句 是很短的 但是 可能比大家重點 就是一個talk show 就真的說 他跟主持一些互動 或者問問題的答案 譬如說 香港有什麼好吃 然後說 香港有彈塔 他的表情 反應 因為大家都知道 《野中男好民衣》 他出現的原因 都是他的聲線效果 所以如果 你想想 一個喜歡吃東西的少女 突然知道 有東西好吃 那種聲線會是怎樣 然後那個少女還叫 《野中男》 所以大家就很忠奮 看見為什麼叫 《野中男好民》 所以讓野中男親自說這一句 那個衝擊感滿足夠大 當然啦 你說《野中男好民》 到最後的完結部分 就是說 大家有什麼 跟袁傑說 就是 那部分 也是最好的 因為 他那些 很日式女孩子 說話的 拜拜 是非常表現的 或者說 其實在這個talk show 或者兩天 其實 《野中男》 身體語言方面 是比較豐富的 除了 聲優以外的 對話之外 他的 身體語言動作 是比較多 其實 《野中男》 當然 這個也是 他的表情很豐富 身體神 是啊 你真是猜不到 你真是猜不到 就會是 《當晚壓族》 《當晚壓族》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都以為他會用 例如米倉 應該是用08的OP去打 頭陣 其他那些 其實 主要是 最後 最後 聽回 就是 開頭主要是 他們自己的 首本名曲 本家作品 應該說 《非高達》系的作品 當然 很雜的 當然 也有 舉例 舉例 一開始 米倉 米倉 我不記得 一開始是誰 總之米倉 唱的 是風神演義 一套90年代的作品 這套 個人非常喜歡 OP和ED 麗倉 又唱IS 還有 《軍王》 出道作 美香 也有唱 他出道作 還有OG OG 那首《時刻》 菲蘭 主要是 唱《星恒練今使》 那些歌 還有Color 基本上 大家可能聽完 可能以為 四個人 可能很普通的 四人 輪流唱完 就算了 但是 咦? 那一晚有唱歌 比較特別的 好了 大家唱完之後 主持搞一下氣氛之後 結果出來的 就是高達之夜 之後 後部份 全部都是高達歌的 不過 當然 我覺得 這個 是堅密性質 因為本身 始終除了 米倉 麗倉 喊那麼多首 最終都要做一些翻唱 其實 當然 編排上 我覺得OK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節目 但是 你說 我唯一 唯一 在高達之夜 唯一 我唯一 不是太滿意的 就是 主舞台的 螢幕裡面 唱高達歌的時候 播放一些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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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不太配 歌 那時候 節奏 很多時候 大家經典從溫 老實說 看著人 相機 對著人 不會對著螢幕 有個問題 其實 要考慮 站在後排的觀眾 其實很多時候 比較難看到的歌手 因為大家知道 主舞台除了所謂的記者牆之外 另外一方面 就是 觀眾全部的200個人都站在那裡 或者跳到很高 所以基本上 你站在後排的人 真的很難看到 除了螢幕之外 所以如果螢幕變成過這些 我不如在家裡自己看過 就變成失去了 看到歌手 然後再聽到歌 只聽到歌 就看不到歌手 好像少了一重接觸 還有一個看點 就是 立臨唱《Just Communication》 就是《Gundam 1》的OP 第一隻 第一項 以《Gundam》的歌曲 這項作結 第一項 還有一點要補充 就是一些簽名部分 第一項應該有《大和田秀樹》 就是《江丹先生》 那邊的作者 其實他跟《野總男》都很相似 第一條問題都是 先生你喜歡做什麼 我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但是這個《大和田老師》 是一個比較身形見識的男子 所以非常對提 當然啦 星期六那天都不得不提 就是《大和苑老師》 《大和苑幫男》 是的 沒錯 之前都知道大家 就是他突然會到訪這個CV 其實我們都很出奇 因為《Bandai》那方面 都很努力安排了一個Good Interview 給其他記者朋友 都可以去做一個採訪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大和苑老師》 真的辛苦 那天真的 是的 他簽過很久 原本的簽名會是一個小時的 總之他簽了三小時左右 因為他簡直是幫了一些觀眾 排隊那班人 是畫了機設 控制 是的 而且他一個人是簽了兩個名字 是的 很豪爽 所以我覺得《Bandai》那一盒HG 就算你買AGE到底是難 大概不是收你50日 說笑話 嗯 接著我們應該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次回來 就由第三項 我們再回顧一下 CV裡面的 有沒有什麼得失 我們下次回來